3月7號下午2點5時 我剛才接到Naviyah的電話 好困喔 我剛才接到Naviyah的電話然後他說 下禮拜是3月16號 早上11點到晚上10點的Shift 天啊 然後要去 去餐廳 天啊好長喔 我沒有做過那麼長的打工耶 我之前 之前早上會是因為我是Party嘛 我最長好像 好像也才6個小時還是5個小時還是多少 這工時好可怕喔 早上11點到晚上10點是幾小時 11小嗎 然後他說要全身黑 上衣要黑色下半身也要黑色 他說什麼 不要遲到 不要遲到 然後他說這個叫做Trial Shift 是吧 我應該沒有記錯 Trial Shift 就是說這個Shift就是基本上就是所有就是受訓 然後看我哪邊比較OK 然後他們中間會break 然後他們break是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是我自己推測的啊 因為我記得他們 我記得他們是中午12點 我記得他們是中午12點 10點半到3點 然後晚上再繼續丟愛拖 然後 這兩個時段的價錢不一樣 到10點好瘋喔 而且我到10點要走回來 可是我那時候還會有力氣嗎 不想上班 唉唷 唉唷不要上班 唉唷不要上班 不是我沒有預期10小shift欸 唉唷 11小shift真的很 很誇張 然後呢就在剛剛 我開了網路之後 唉收到 GCU還是哪一家 就是那一家另外一家大學 他開的那個 比較類似移民相關的 宿物 但那個直接把我刷掉了 正式發信來說把我刷掉了 OK啦OK啦 下午4點44 我現在光有一點粉紅色 是因為我有把那個 我的粉紅色瑜伽墊 體操墊 擋在窗戶那邊 因為早上睡覺就會覺得光很亮什麼的 我開好優惡喔 我本來想說要不要去學校 可是 因為 我想說我可以帶我那兩個 三明治 昨天拿到的三明治 去學校 然後買星巴克 因為 我星巴克還有兩杯免費 可是我又想到 現在已經4點44了嘛 加上 我的冰箱裡面還有一杯 超大杯的 超大瓶的牛奶 已經過期了 但還沒有壞掉 所以我想要快點把它用完 啊 我剛剛 我剛剛花了大概 至少40分鐘我在看機票欸 我在看說有沒有 因為等於是下禮拜四要去打工 我就在 欸是下禮拜四 對 我就在看機票欸 看有沒有便宜的機票可以 這段時間飛出去 可是 我後來看了 大概最便宜都會落在 兩千八台幣來回 我覺得兩千台幣以內的話 我可能比較可以接受 而且 我有一些 飛機是要去愛丁堡 打 這樣的話我 愛丁堡來 愛丁堡機場跟 格拉斯克市中心來回 就已經一千塊台幣了 我現在就是很像很急著想說要找一個地方去玩 是因為 感覺很怕打工之後 因為他這個 他這個11小時的輪班真的嚇到我 你知道嗎 我真的被嚇到 然後 我就說 靠11小時以後是怎樣 一週五天 每一天11小時嗎 這 這合理嗎 但我就覺得不對啊 說不定只是那個 受訓 那一天11小時 受完訓之後他就會馬上指派一個位子 然後開始跟你討論 就是輪班小時什麼之類的 我想說天啊 我現在是已經 就是 假期結束了嗎 待夜假期結束 所以我就很緊張 我想說 那我要去那裡玩 欸我真的找了個遍 我把格拉斯克所有費的行點 就是在某一個 大概在三千塊台幣來回以下 的行點全部看完 時間也看完 都不太OK 所以我後來去了那個愛丁堡看 就也都 然後 立陶宛還可以 可是立陶宛的話 就是他其實也要兩千八 所以又回到我一開始說的 兩千八其實對我來講沒有到真的便宜到值得去 然後 立陶宛 他會卡到 周日 可是周日我不是要去吃鋼點嗎 我也蠻想吃鋼點聊天 後來還有那個 我比較 就是波蘭跟立陶宛 其實我都沒有什麼感覺啦 但我很想去義大利嘛 所以有看到米蘭跟波隆那 後來查了米蘭跟波隆那 好像火車其實也才快兩小 所以可以接受 他們這樣加起來好像兩千八台幣 還是多少 還是兩千五台幣 還是 我忘記了 反正 喔 而且是明天要出發 我後來配了一個 因為我會很care就是 落地時間跟起飛時間會不會太勉強嗎 像落地時間如果超 如果超過晚上九點 我應該就不會去 或是八點半 甚至是八點 我可能就會很顧忌了 所以 去波隆那 然後米蘭回愛丁堡的話 時間就很ok 可是後來配出來的價錢 好像三千六喔 可能應該三千六喔 三千六台幣來回 而且 等於是明天早上 八點就要出發去 去哪裡 去波隆那 我會覺得好像有點太勉強了 然後我就 冷靜了一下 不要被恐懼衝魂頭 我如果就是先去打工 存了一點錢 那後來出去玩 不是也玩得比較開心嗎 而且我之前訂到那麼便宜的機票 其實通常都是大概 一個月前訂或是 兩個禮拜前訂 或是兩個月前訂的那一種節奏 所以現在要突然出去的話 確實有一點勉強 雖然現在在說我很恐懼 我很憂鬱 可是其實反而是正在上軌道 然後我 我不知道是幾個禮拜前還是幾個月前 忘記了 我說的應該是幾個禮拜前 我說 我就是要找一個暫時的 part time 撐到那個最大分水嶺 就是決定到底是有沒有正值 還是直接去星巴克嘛 對 所以其實都在軌道上 只是我可能被11個小時嚇到了 如果他跟茶堂會一開始一樣 是譬如說 三小四小六小這樣排給我的話 我可能還不會那麼 嚇到 所以為什麼沒有去學校 是因為什麼啊 我說牛奶嘛 對對對牛奶 主要是7月8月我在想 我可能不會出國 因為7月8月就是 全世界人都在出國嘛 我就覺得我可能有點沒有辦法抽熱鬧 就是機票可能不便宜 然後加上呃旅遊資源很少 我可能就會有點有點退縮 所以這樣可是這樣的話 我等於我下一次出國可能是9月 9月是半年後欸 蛤 因為為什麼呃7月以前不出國 是因為我怕我很很忙亂 就是 找工作啊 銜接工作啊 適應啊 工時長啊 各種問題這樣子 啊我猜9月是因為 那時候可能一切都穩定了 還是來看個 國內的小島啊 蘇格蘭小島再去一個 可是我也沒有真的很想去 唉 真的是 真的是 我就是有點 猶豫是因為 我一直想到 我當時在茶堂會的時候 其實也做得很累 就很累 而且也有很不爽的地方就是 我的不爽是說就是 喔怎麼那麼累啊 喔這真的很難弄欸 的那種不爽 譬如說洗茶筒 我覺得洗茶筒很痛苦 因為 洗茶筒要用泡泡洗嘛 可是呢 茶筒這種東西就是 很難洗乾淨的感覺 就是你會 我不知道自己心裡做的 你會一直覺得衝不乾淨 可是茶筒在那個水槽裡面 又很難喬位置 因為茶筒 又重又大 然後你就會很 很難去譬如說 搬起它 或是 呃 改角度 或是裡面的水滿了 你要把水倒出來 你要把它就是 然後你要一直 注意說到底泡泡洗乾淨了沒 不然泡泡留在茶筒裡 聽起來就很餓 所以我覺得洗茶筒超痛苦 而且洗茶筒 有時候很趕 因為你要收電什麼的 然後我一開始洗很慢 覺得很痛苦 後來洗速度就是 比較跟得上店長 就還是很痛苦 因為我就洗茶筒 就是一個很反 反 反人性的事情 就是它會出現很多 反人性的地方 然後你會覺得做得很不舒服 就是 每次就是明明就是 泡泡刷完之後呢 你水把它沖一沖之後 倒 倒出來 你就會覺得這個步驟不知道 就是沖水倒出來 沖水倒出來 這個步驟不知道進行幾次 才會到你 心裡想得乾淨 你才 你才有那個信心 把那個茶筒拿離開水槽 哦 還有就是在趕煮珍珠的時候 譬如說 珍珠沒得很晚才發現 啊你就要很趕很趕 可是你那時候還有茶在泡 然後 當你譬如說 珍珠的那個計時器跟 泡茶的計時器 同時響了 你就真的分生乏數耶 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怎麼熬過來的 就是 因為珍珠你那個時候 你一定要打開腳 或是 茶那個時候 你一定要把他 把茶包 拿離茶水 哦還有就是明明時間就是已經 就是 逼近關店了 可是你還沒有 因為我是玩瓶 你就還沒有那個 擦乾淨那個 譬如說 電磁爐或是桌子 很崩潰 或是 哦還有那個 那個我不知道 我已經有點忘記 那個名詞是什麼 就是消毒 我有點忘記 它好像有一個專有名詞 要清當天用的茶具 還有 之外呢 還有那個 一個禮拜會排定 每一天可能 顧掉 清那些 不一定是當天的茶具 的那些東西 那真的是 Oh my god 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不會 覺得很抗拒 是因為 沒有到真的超暴抗拒 是因為 有工作經驗了嘛 所以我就知道說 哦其實上班的話 就是會有這些 你很討厭的事情 但是因為 它是茶餐會 它是飲料店 就是我 我有熱情的東西 我喜歡的 我真的很嚮往 然後我真的 就是 有愛的你知道嗎 所以其實做起來沒有到 真的很 而且 那休息的那個 兩個小時我要幹嘛 晚上 9點20 我買了一台拍力德 天啊 這一台 二手價 我付了1099台幣 我想要拍力德 應該從我 14歲 就是國中的時候 班上就有人在玩嘛 然後就會很羨慕說 哇 有拍力德耶 然後後來高中的時候 也很多人在玩拍力德 所以 真的都是因為同儕的關係 就覺得哇好酷喔 好想要 然後大學也很多人在玩 啊我大學的時候 就是我的拍力德 大概只有三 三到五張 都是可能 朋友送我 譬如說拍張給我這樣子 所以拍力德對我來講 一直都是很想要很想要很想要的東西 我之前跟自己說 如果我交了男朋友 我好像高中的時候跟自己講 如果我交了男朋友 我就一定要買一台 都忘記這件事吧 或是就是 就是對拍力德那個想要就是沒有那麼嚴重了這樣子 結果我不知道為什麼最近 這三個月以來我超想要拍力德 我就就是看了各種youtube的那種評比 就是11跟9啊哪個比較好啊 因為我在找亞馬遜的時候 因為英國這邊比較正規的賣場應該就是亞馬遜或是boots boots有點像是台灣的去城市或寶雅 只是他就是做的有 他業務有點廣 就是他連趣味型的東西都有在賣 然後反正他們 他們就是只賣11 英國這邊的貨就是很少 因為我不知道可能客群比較少嗎 他們就是會很中規中矩的賣 現在是到11代 那這樣就只有11代的選項 你11代以下幾乎找不到 然後你就要去eBay 是eBay吧 還是不是eBay 對 eBay找 然後 eBay開了價也沒有到真的很便宜 我就是這樣看了好久好久 看了至少兩個月 我那個亞馬遜的那個購物車裡面超多台拍力德 然後因為拍力德你要買你就會想要買喜歡的顏色 所以喜歡的顏色又很難找 因為像我洗我想要我蠻想要酒的紫色透明紫那一款 可是那一款就是賣的真的很少 然後我還看去那個喔 美國亞馬遜還有日本亞馬遜 這樣運過來價錢都快要 可能都快要4000塊台幣 就一直看一直看 然後剛剛我就是又突然想說 不然再看一下喔 因為我只要點進去Amazon不管我要買什麼 我都會去我購物車看看說 拍的有沒有降價啊 或是各種我放在那邊的 我放在那邊的物品有沒有降價 或是去瀏覽一下去測試自己 是不是還是很想要各種東西這樣子 Google了一下為什麼抹茶永遠要配白巧克力 可是我找不到解答 所以我就試試看黑巧克力 然後這是其實根本還沒有放到常溫的奶油 然後過篩到剩一點點的那個抹茶粉 我等一下拿來當上面的裝飾 然後這是超像油化顏料的抹茶鮮奶油 真的 欸我覺得我可以懂 就是抹茶愛好者為什麼會那麼愛 因為它這個真的很 很超現實欸 這個濃稠跟那個色澤飽滿度 真的很像 很像異常昂貴的油化顏料 或是什麼 什麼很 很特別的 綠色欸 綠色欸 這真的很神奇欸 我剛才就是 攪完鮮奶油之後 有被它的那個 顏色表現嚇到 我覺得不用白 欸不用黑巧是因為 應該是因為抹茶就會 顏色完全不見 但我目前還好 因為我手邊只有黑巧嘛 然後因為我很好奇 那個抹茶 生巧克力吃起來到底怎麼樣 所以 還好 但是有可能黑巧 或是牛奶巧克力 反正只要不是白巧 可能會蓋過抹茶的味道 然後白巧也許它的味道比較淡 所以抹茶味會特別明顯什麼的 我不知道等一下就知道了 刮進去了 然後這是那個 真的有抹茶味 因為我上次做伯爵神巧克力 就有點沒有很伯爵